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期待 和即将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就北韩问题畜色长谈 安倍晋三11月1日星期三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会在川普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 抽出大量的时间一起讨论北韩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应对的措施 确保和美方更加紧密的合作 尽早解决北韩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 以及对日本极其重要的北韩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 安倍表示毫不夸张地说 日本当前面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环境 他领导的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强化国家安全措施 日本政府所指的安全威胁通常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 川普总统预计星期日抵达日本 前后访问三天日本是川普上任美国总统之后 首次访问亚洲的第一站 川普总统预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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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川普总统预论